翁老師你好 不要叫翁老師 一定要教室被我折查 比較是屬於心得的部分 就是今天我是對喬治歐威爾比較感興趣 雖然之前都沒有實際上接觸過他的一些 information 所以因為我看到說 原來喬治歐威爾他在緬甸待過一段時間 所以特別好奇他 所以因此來聽這個講座 那您剛剛有提到說 像是去卡薩 喬治歐威爾租過的地方 我們會想像說 他是什麼樣的人 為什麼會寫出後來的這三本的入作 那我剛剛也有相同的 這樣子的一個好奇或疑問 然後借由你對於他的 就是生平的這樣子一個簡歷來看的話 我自己的一個想法是 首先他本身他可能有一個認同 他很小的時候也會有一個認同的問題 因為他一方面可能是緬甸這樣子的一個可能的學套 一方面他一定是英國人 然後同時 伊頓工學 在我認識的英國外 他是一個階級非常明確的社會 所以他在伊頓工學的時候 他一定受到很多的歧視 不管是他家的產地 出身以及他的服裝服飾 所用的東西 那階級差太多 英國人的歧視真的非常嚴重 所以他在那邊應該是 所以他在那邊應該是 我個人猜測 他有被就是霸凌 對 然後呢 因此他又沒辦法在那個 因為即使是當時的倫敦 工作機會也很少 所以所有年輕人都是到國外 特別是一些新的PVP去發展 所以因此他到緬甸這邊的時候 他就有一個很矛盾的狀況 就是一方面他 他因為之前的這樣子的 在教學的激勵 所以他不希望去霸凌人家 因為他也是一個仇害者 他了解仇害者 但是一方面他這邊需要扮演的是一個 加害者 對 對 所以他內心應該是非常非常好 對 所以外加在 除了他那個時候年紀二十幾歲 二十幾歲 二十出頭 二十出頭 然後外加在那個時候的 第一次世界大人結束 和第二次世界大人中間 其實極權國家開始興起 對 所以他這樣種種的話 就讓他有那種就是 同情弱者 然後去反抗極權的這種想法 所以他後來去西班牙 然後當然 他或許在這樣子的過程中 他也了解了 當 雖然當下的左派的主義 應該是最 主流那時候文青所 所奉的信仰 奉信仰 為名的 對 因為他認為那是一個更好的 以資本主義更好的一個社會 但他實際上待過了之後 他可能非常了解到 其實大家都是一樣 就是人情 對 對 因此 他 後來 他會寫 後來 總共這三部曲 基本上 他應該是 非常認識到說 這是一個人的世界 然後 而且就是 二戰之後就是幾個 強權國家興起 就是 鐵木 對 事實上在 我猜測 在二十四年 大概結束 1948年已經結束了 那時候 東西方的這個陣營 大概也疲弊了 所以他又有 所以他看到的是 未來 就是他自身以前的經歷 就是 在一個法西斯或集權狀況史 被特務監視 對 然後他又看到說 未來的世界就是 兩大集權國家 所以他寫出了 1984 這是 我的猜測 所以他的歷程是 一步一步的 這是我自己的感覺 因為他是1948年寫 1984 對 其實那時候 就算機能戰 也還沒有那麼明確 所以說 他或許 有看到那個 比如我們一陣成 那時候的 或我們自行政 一般人 有秀到那種更敏感的方向 說未來的世界 會是真的 走向人戰 或是走向 像 毛澤東 或是那種 共產主義那些 極權國家 他有真的看到那一個 那也或許是 一個他的緬甸經驗 讓他也知道說 這樣的世界 只會更嚴重 這樣霸凌的 或是歧視 不同 就是新興國家的狀態 所以說你在 你在看 其實有人會說 1984很悶 沒有 其實我看1984 我自己覺得還蠻好看的 所以 我會覺得大家 如果你想要去研究 他這種脈絡 台灣比較難找到 Germers Day 這本我好像是在 齊摩拍賣到 賣到 想盡 就是你一定要 我就是那種 我要找到的時候 我一定要找到 這樣子 在拍賣上找到那本 就是 簡體中文版 這樣子 那他之所以 我有聽過 有讀完那個 英文版 因為裡面 這本用了很多 就是 大概只有外國 英國文學的 接觸者才知道的一些隱喻 所以因為人民 你會知道自己生了 然後之後 就是你要看註解 才知道說 原來他是指 來本英國小說的什麼人 隱喻了什麼人 這樣子 所以我是靠這本 簡中的Germers Day 先去爬出 年輕20出頭的 偶爾在緬甸發生了什麼事 最後你真的 真會去把它跟 原來他才會寫出 1984跟 動物農莊 比起他後來這麼短的 其他的內戰 跟經歷二戰 這樣的歷程 所以說 不可否而的是 1984 確實他 就算在 極權 大部分的極權國家 包括緬甸自己 都已經倒台了 只剩下北韓之外 他也 就算在現在一個 網路社群 就是大家到處有監控 跟邊接控 以及各種模擬的事情 其實偶爾也一直在預演 這樣的世界 其實他的文字 每次我讀一次 都會有 哇 那種感覺 這樣子 謝謝您 那最後 第一就是 您剛剛提到的那本 《流氧者之歌》 真的是 很有智慧的書 對 它 它是一個 諾貝爾文學獎 的 所著作的 所以 如果大家有機會的話 那個是真的蠻好的 對 因為我的異鄉很會很推薦 然後我都戴異鄉 都戴異鄉 你要分享《流氧者之歌》嗎 不是今天啦 我只看了一半而已 哈哈 那我很快問一個 問幾個小問題這樣 然後 另外一個就是 因為也是第一次看這個 緬甸歲月的一些片段 然後我覺得就是 自己也感覺是蠻神奇 因為它如果二十幾歲 到了 就是 然後 我會覺得它其實自然主義 還蠻 蠻有重 自然主義 自然主義 就是它其實 它其實 植物的部分 或顏色部分 其實就是它 因為我不知道它是後來幾歲的時候 寫《明天歲月》 聽說在明天還是小 對 就是它的那個 記憶或者是那個 認識 我會覺得其實是還蠻厲害的 就是 如果它 而且它如果在這種高級的 就是一段 主要應該也 就是學這一方面的 聽說它一合學的那個 文科表現是錯的 對 然後就覺得就還蠻厲害的 它的記憶很深遠 這樣子 然後 那另外的部分 想要請問說 像 在 你說其實一開始在規劃 這個 喬治歐維爾之前 你是想要去 葡萄的 那可是那時候 為什麼有這樣的 銜接 那有什麼樣的特點 為什麼要去葡萄 對不對 對 或是 對啊 因為我想要去緬甸 然後我就在被告客棧看到一個 在 一個 目前在華盛頓的台灣女生 嗯 然後她在2009年 還是2007年 她就報名了這種 葡萄的形成 她一個人跑去 從美國跑去葡萄 嗯 然後她就還把那個 她還給 她就有寫上那個 旅遊公司的那個 網址跟電話 然後我就真的有得找 然後我還就 因為背包客棧可以有那個 對話 會員的對話功能 對 還找到她家 對 我還有留言功能 我還找到她 她給我一句很重要的 一句 她給我一句話 不要當個 蜘蛛必叫的 背包客 這樣子 你就去 去 就是說 不要一直為了那種 十塊 十五塊 那邊 五塊美金那邊 跟當地人找 說你一定要花很多時間 找個很便宜的 背包旅館 背包 她叫我 她就給我很重點 她就給我很嚴重 不要當個 蜘蛛必叫的 背包客 可是後來我去巡價了 發現她巡的價 跟我 她的價跟我價 差那麼多 她說她大概花五六萬 結果我去問的時候 快十萬 對 所以我就放棄葡萄這個行程 因為我去葡萄 等於我十六 十五天 有十一天要花在葡萄 剩下兩天就只震到飛機 跟可能在陽光待個一兩天 就 只能去一個地方 所以後來就覺得先葡萄先放棄好了 然後 而且那個跟我聯絡E-mail 那個免電 就一直常常失聯 就回E-mail 一下說去東南亞 一下去怎樣 就不太相信 說你靠網路 就要把九萬塊匯給人家 就有點害怕 這樣子 對 到時候被放棄子怎麼辦 所以我才規劃一個非常自住的行程 也就是 我就決定 想要 走一個 卡薩是我一定要去的地方 雖然說我在門的跟我們印度 就連電的朋友說我要去卡薩 那我說 你要去卡薩 我說 對啊 偶爾的房子在那裡啊 我說那裡很無聊耶 你要去喔 我說我一定要去 這樣子 然後後來我果然發現 一些 2015的區域 我在陽光處那間 還不錯的青年旅館 然後 因為每天晚上 我都在我的地墊 在那邊寫一些郵寄 然後 他們是一個很長的桌子 然後每天晚上我都跟一個 法國女孩 他叫柯偶爾這樣子 柯偶爾每天都是對座的 然後終於到第三天 柯偶爾就問我說 你到底在寫什麼這樣子 然後我也問柯偶爾說 你到底在寫什麼 你要寫法國女孩 然後我才發現 柯偶爾不知道 巧思歐兒 不知道翁山蘇姬 不知道 已經是法式 不知道動物農裝 但是我在陽光的青年旅館 遇到非常多 歐美的背包客的年輕人 可是 他們就是 把自己在泰國的裝扮 穿來緬甸 就每個都是穿著 西肩帶背心吊的 然後 然後穿著那種 花花的那種 就是東南亞的那種 你知道嗎 泰國海灘賣的那種寬褲 那種那種 然後還有夾腳拖 其實這個緬甸 我都把自己包包緊 因為你要尊重當地的風俗 這樣子 他們就把緬甸 當成是一個比較貴的曼谷 比較貴 因為緬甸 因為它的那個 漁館 觀光業還沒有那麼發達 還沒有到泰國那種消假競爭的地 可是泰國有些很便宜 我在泰國花六百塊 可以住一間 從這裡跑到那裡 比這一間還要大街的那個房間嗎 可是我在 陽光 我花六百塊 我只能住到 跟這個屋幕一樣大的床位這樣子 對 所以說 因為緬甸還很貴 它還沒有到消假競爭的地 但即將開始 所以很多年輕歐美背包客 他們其實什麼都不知道 的狀況下就來到了陽光 然後反而是我用英文 跟那個法國女孩介紹 什麼是 我就去他們 因為他們背包客 他們有一個書家 跟你講 英文版的那個 1984啊 動物農莊 還連最能夠找到的 英文版 那樣子 我就去跟可友禮解釋說 歐山書記是誰 歐威爾是誰 用我的不是很好的英文 跟他一條一條 反正他英文也沒有很好 跟他解釋這樣子 然後我就說 那你還不 就問他說 你打算在緬甸待什麼 他說待一個月 他就說 那你在陽光待多久 他說 我待在五天 我就問他說 你接下來要去哪裡 他說我不知道 對 但他對緬甸完全沒有概念 然後 我們是在法國 不知道念什麼 念碩士 什麼 念什麼 我沒有問這樣子 就說你在陽光 會遇到非常多 什麼都不知道的 的背包客 那所以相對我對他們 他們很年輕 那我算是比較中 年前期的背包客 但我也對自己這麼晚 才進入背包客的履程 有個好處就是 我跳過那種喝啤酒 去POP 和彈吉他 然後在門口抽菸那種過程 跳過背包客的那種同溫層 就是我公司的名稱 對 跳過背包客的那種同溫層的效應 我去走我自己的路線 對 那去做自己的採訪 去找我自己想要找的人 對 對 最初 對 那兩顆小音 像說 就是 可能自己沒有常推過 可是你覺得 在那邊 如果你自己 在帳篷 然後在 路邊 就是 住不住的安全性 或者是可樂性 但一度我就不接你 這樣說 對 你有沒有搭便車的經驗 他便車到那裡 沒有 但是搭便車機 有時候你分開出來 是便車還是摩托拜登 然後 就是當你一個女生 背著一個十公斤的背包 然後早上 慢到一個路上 然後找不到車站 又到兩王那邊走 或是賣 他們會分成 賣車票的地方 跟車站 是在不同的地方 因為車站很多 車站分三個點 可是市區 就是主要街道 都有一些 像國光號 或是統聯的售票處 可是要到別的兩把車 所以說 你就會走 然後就會有一個 帥哥 騎著你 然後讓我聽到你 對 Where are you going 我說 I want to go blahblahblah 他說 I can pick up 你這樣子 然後 我問他說 多少錢 他在跟我說 多少這樣子 我說 OK 所以你都不算是搭便車 還是計程車 你知道嗎 反正就走吧 如果你相信這個人 他就會帶你去 你要去個地方 買車票幹嘛 這樣子 對 然後帳篷我沒試過 但是緬甸 對 但是緬甸 但是緬甸 他的好處就是 我晚上八九點 還敢在路上晃來晃去 這是安全的 但在新德里 我就完全不見了 所以緬甸的晚上 是安全的 這是確定的事情 搭帳房 沒試過 你還要搭帳房 你還要搭帳房 謝謝我 膽子更大 好啦 那個 謝謝各位 喜歡旅行 還有喜歡緬甸的朋友 來參加今天這一場 那我剛剛有把那個緬甸 我們其實一直都有緬甸相關的 演講 不過 比較接近旅行的 這一場之後 大家都在談 派遍 打仗 包括特別打仗 找一個 緬甸華僑來談 他是當地的 好 現在十點了 明天後天 每天我們都有活動 你有空就可以來 我現在也記不得 我們有什麼活動 好 謝謝婉儀 謝謝大家 謝謝